现在孩子上学的费用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,但是在孩子上学这件事上家长肯定会百分百支持。 不过呢孩子上学的生活费就存在着很大的区别,邻居家的女孩考上大学张口就要求每月的生活费五千元,她爸爸问了两个问题,女孩愧疚的低下了头,女孩的爸爸到底问了什么问题呢? 邻居家的女孩小名叫明珠,她的爸爸叫张东,妈妈叫魏蕴,明珠是家里的独生女,平时父母很宠着明珠,毕竟家里就一个女儿。 在张东两口子看来,父母挣上钱就是给孩子花的,因此他们对于明珠如何花钱都不太怎么管,反正是金额不大,随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 张东两口子从不过问明珠花钱的去处,明珠在他们眼里一直非常乖巧听话,估计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。 明珠花钱比较随理,看到喜欢毫不犹豫就买了下来,不管是穿的还是吃的明珠向来不吝啬。 同学们非常羡慕他家里的条件,不过明珠的学习成绩没有让张东两口子失望过,人家还考上了一本大学,张东两口子高兴快乐,他们逢人就夸奖自己家的女儿多么的好。 随后他们就问明珠想要什么直说,算作是给他考上大学的奖励,明珠想了很久说,等他上学的时候每月给五千生活费,魏云听了一口就答应了,他觉得即使家里困难点,也不能苦了女儿。 张东一听这话那张脸就拉了下来,他没有想到明珠真赶张口要这么多的生活费,随后张东问了明珠两个问题, 你知道爸妈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吗?你知道爸妈的工资吗?明珠摇了摇头,他就知道爸妈在哪里上班,具体情况就不清楚了,他乃会知道爸妈的工作和工资,再说了他也不关心这些。 张东苦口婆心的对明珠说,以前你用钱爸妈都会无条件的支持你,现在你已经是大学生了,生活费我们合一个,但你也长大了。 出现张口就要每个月五千的生活费,你可知我们挣钱有多么辛苦吗?你应该学会自己自足。 爸妈是不可能养你一辈子的,你自己好好想想我说的有没有道理,魏云在旁边也不滋生了。 而明珠反思了爸爸问的两个问题,快就得低下了头,明珠这样的孩子并不是个例,实质上在我们的周围像这样的情况也出现过。 说起来明珠的不懂事,完全是张东和魏云,从小没有很好的教育造成的。 索性张东发现了问题所在,即使与明珠进行了教育和引导,最终没有让明珠迷失自己。 其实明珠也好,其他孩子也好,家长要做的就是不能忽略对孩子各方面的教育,学习成绩固然重要,但是培养孩子养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更为重要,这样做对孩子来说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。 我们来 digit一项店,我们来说给予计划我们. 感谢观看